蝴蝶的畫法 首先我們點選格式頁面 將我們版面改成橫式的 接下來我使用圓形工具 橢圓形工具 繪製一個綠色的圓 按著Shift鍵你就可以畫出正圓形 接下來再來畫出一個長方形 那旁邊點一下表示結束喔 那顏色換一下我們比較清楚 譬如說我現在點選一個 類似像這樣 那我們把它做移動 接著使用左下角的選擇工具 把這個 那注意喔 我們是先畫圓再畫藍色的矩形 那藍色四方形就會在上方 接下來我們把兩個都選起來 拖曳選取 對不對 接下來進行什麼呢 點選修改 形狀 再來點選剪去 那就是剩一半 上面剪到下面 保留下面的 所以要注意 它的順序 那 點選這個以後呢 再來編輯的 複製 編輯的 貼上 那就兩個 兩個對不對 這時候呢 右邊這個圓在進行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時候再來進行效果 修改 修改 旋轉 那這邊就可以來進行拖曳 來 那這個呢 修改 翻轉 水平翻轉 看到喔 一樣再來進行拖曳的工作 好 這再拖一下好了 再點一下 靠近 讓它靠近它 再點一下 角度同學就可以自己來做決定 再點一下 好 再點一下 請把它拉對稱 如果說真的要對稱呢 怎麼做 我們教你一個方法 第一個拉完以後呢 再來編輯的複製 編輯的貼上 這兩個角度一樣 那接下來再進行修改 水平翻轉 這兩個角度一定都一樣 接下來呢 我們來調順序就好了 好 拖曳起來 對不對 那在這裡呢 我們希望它往上對齊 這裡這裡 小的大的往上面一條黑線對齊 這樣高度就一樣了 好 就往左方向鍵 我們就可以做出 看起來 兩個角度完全相同的一個造型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進行 這個 蝴蝶的這個 再畫一個圓喔 那顏色呢 我們要做 蝴蝶的身體 我們選這個 一個圓 對不對 旁邊點一下 結束 再畫一個矩形 換個顏色 好 我們換個別的顏色好了 再看一下 跟剛剛做法一樣喔 點箭頭 把它往上移 看起來大約一半的感覺 有沒有 這時候呢 兩個拖曳選起來 修改 形狀的 相剪 就是上面剪到下面 只保留下面 就是一半 這個就做完了 那這個一半呢 接下來 移到這裡來 好 調大小 先調一下固定的大小 確定在這裡 對不對 那接下來 編輯的複製 編輯的貼上一個 編輯的貼上 那這個再來進行什麼 修改 翻轉 垂直翻轉 就上下 我們就可以做出那個 蝴蝶的身體 來 這邊我們再複製一個了 身體這邊再下來一點 再這邊一點 再下來 再下來 編輯的貼上 這邊再加一個 好 那要對齊 點第一個 按著序幅鍵壓著不放 這四個都要選起來 我們希望呢 進行什麼呢 點這個對齊 往左對齊 對不對 這樣呢 它的角度才會相同 這時候呢 我們再來 繪製黑遠圈 眼睛啦 使用橢圓形工具 那確定 選取 黑色 周圍線條呢 也黑色 好 畫一個圓 按Shift鍵 畫的時候呢 就會正圓 畫完一個以後呢 編輯的複製再來 編輯的貼上 這樣可以控制兩個 眼珠是一樣大 好 我們再來調一下位置吧 好 那就完成了這個蝴蝶的畫法 那當然這顏色可以 同學可以自己改 我想改成橘色的 看起來也許比較亮一點點 那如果要再調角度呢 點一下 可以再來拉 點一下 點一下 再來拉 好 那就可以做出 一個蝴蝶的一個做法 方向鍵往左 那就完成了蝴蝶的製作